各位同學們,大家好,我是輪延頭鋪分析師高志銘 在這邊為各位做台股的投資分析 我們首先看到家群指數部分 今天受到期貨結算 外資共擔成14000口以上的影響之下 今天是為牌出現壓力結算 早牌雖然一度是有OK翻 但是在1點過後我們可以發現指數出現跳水刺激殺 也連帶造成不少個股在1點過後出現集結的走勢 大部分的個股今天很多都出現是開到走低的一個 不管是上影線或者是黑K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在今天 期貨壓力結算指數再破新低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成交量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增加的情況 所以並不像先前下殺油量那種殺盤力道 所以或許在結算之後是有機會 會讓指數出現一個直點反彈的一個表現 那接下來還是要看 大家比較擔心的在希臘詐募危機 是不是能夠順利解決 以及明天即將 明天凌晨會公佈的這個 點準會的一個會後決議是否 有提到升息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如市場預期 可能這個月不會升息 那頂多就是9月做一個升息 那當然先前是 因為擔心升息至今留 回留美國的一些觀望的一些買盤 就有機會重新再留回這個信息市場 那在台股之外 連拉回的同時 其實光股券商是持續的做一個買進 到目前為止 14買 他基本上是跟外資做對做 外資現在是14賣 然後他買套金額也超過了 也接近了300億元 那他從9600億元一度向下做一個承接 那就過去的例子 當然光股券商做買進的同時 當然不會是最低點 但通常都是大盤的一個相對低點 那你要想想 政府用我們的明天錢 在這邊買的超過300億元 基本上他也不希望他的部位是賠錢的 所以再加上他願意 或者是敢在這邊做的成績 表示他認為接下來的指數是還有高點 他才會在這邊做一個積極的一個成績 所以相信在接下來不確定性慢慢消除之後 隨著光股券商這位買超 甚至近期持續賣超的外資由賣轉滿 將有機會創造指數出現一個 比較強勁反彈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來看一下國際股市 這也是影響外資對於 新興市場雅股以及台股偏空操作的主要原因 你會發現德國股市近期是做著一個持續性的拉回 越線已經算越半年限跟台股一樣 出現一個死亡交叉之後 股價向拉回的修正 這個台股一樣一路往下跌 甚至已經跌過半年限的位置 但是近期似乎有跌不下去的一個情況 今天是剛開盤式還是以紅盤開出 所以有機會在這邊做一個直接 如果週末這個西亞債務協商出現一個轉機的話 當然有機會出現一個直接翻單 讓歐美股市都有機會出現傳奇的表現 甚至激勵股市能夠開始轉強 對於外資針對保育市市場的操作 就有機會轉為偏多操作 甚至我們看到這個元凶的希臘 其他股價並沒有破年 即便目前還不出錢的機率升高 甚至是現前傳出脫歐的可能性增加 但是他股股市雖然是有拉回 但是沒有破底 表示其實 希臘他自己也沒有那麼的緊張 不知道市場 其他股市在緊張什麼 他們其實只是在做一個持續打擊的動作 但是這一次 違約的機率比先前幾次都還得很高 但是他們的股市居然沒有在影響過 這是比較掉回的地方 當然甚至如果你去看 恐慌指數其實近期也沒有在創新高 所以其實市場並沒有那麼大的一個恐慌力道 當然另外看到美元指數的部分 這是反映在市場對於聯準會升息的一個態度 先前市場預期聯準會可能會在上半年做一個升息 所以美元指數一度衝過100 那隨後開始出現拉回 雖然一度有在衝高 但是近期持續在95元上做一個震盪 表示市場預期聯準會還沒有那麼快會做升息 如果真的市場預期會在6月或7月做升息 照理講美元指數在這邊就在這邊就要一度走強 甚至要突破前高 因為機率更高 但是並沒有 所以其實市場並沒有預期 美元指數連準會那麼快升息 所以就剛剛從歐股甚至美元指數來看的話 我們擔心的希臘災問題 也或者是也準會本月升息的情況應該都不會發生 也就是本月的利空可能都會慢慢的排除掉 那當然就要想接下來還有什麼利空會發生 因為這一些的利空都算是可預期 你要讓台股國籍股市再出現大幅的回檔 一定要出現非預期的利空才有可能 不然的話等這些利空真的發生的時候 頂多就是利空出盡 股市可能就會出現止跌反攻 因為該發生的利空都發生了 當然有人會講說韓國的MERS會是台股的利空 但是以目前來看的話 它還沒有在國外傳出 當然這一點是要留意 但是就本月來講的話 基本上沒有在要新的利空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有機會台股在下一周 有機會出現止跌反攻的一個主要理由 當然如果接下來台股有機會反攻 領軍的應該就是台積點 我現在有提到它過去慣例在每年出息前 目前股價都會相長拉高 大概過去五年平均的一個出息前的股價漲 大概有13%到20% 那如果我們以目前股價來認真的話 它是有機會挑戰前投的 那我先前也有提到 外資的賣超是持續的一個縮小 那當外資由賣轉買 配合有一個賣持續性的買盤在做買入 那就等於是兩派人馬都是站在買方 對於股價就有比較大的一個推薦力道 當然台積電又是國內的選擇總統 當它股價走強 自然對立指數就會有比較大的一個推薦的一個效果 所以接下來投資人士可以留意台積電的一個股價表現 當然你要預先了解台積電的股價 你可以留意它在美國掛牌的ATR 當然通常有一個領先性的一個指標意義 它剛提到外資近期是現貨年14賣 近一個月已經賣超的金錢意義 快把先前持續買超的一個台積電 賣了3分之2左右 但如果你用總量來看的話 的確它好像已經賣超了3分之2 是不是已經沒有不看好太多 但其實你要先 外資其實並不是只有一個交易者 它是由很多個交易者組成的 你不能以它的總量就認為先前看好的又半空 他們有可能就是連派人馬 A在先前在萬點買了1500億 B在性極大費的工作當中持續做條件 這個是可以去留意先前買超跟現在賣超的籌碼 是不是同樣的所謂 那你目前觀察並不是 所以先前看好的並沒有大量的出脫 所以台穀仍然還是有走強的一個機會 那在今天期貨結算之後 它的空單流上還有達1萬 所以不簡單 以期貨來看 它還是對台穀是只要偏空的 我認為接下來可能還有低點 但主要是在反應今年初全息 大概今年初全息等整個指數會整吧 超過300點 即便個股的股價都沒有跌 就因為初全息指數就要少300點 所以有可能它是在反應這個部分嗎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在 針對剛剛提到西亞在危機 甚至是沒有練准會升息的一個避險動作 那當然如果這些不確定消除 那這些如果是避險單的話 那在這些不確定消除之後 這些避險單就會做一個回覆 它這個可以留意 接下來空單是否有開始做一個回覆 那對近期超度來講的話 我現在先有提到 如果指數還是維持在9200到9500 那可以蠻強蠻弱的做一個操作 除非你先結算跌破不太 不論參考性沒那麼大 除非喔 除非喔 近期指數有在跌破9150 單量跌破的話 那你就要加偏空操作 不然的話 在指數有機會反彈的預期之下 你還是要做一個偏多的一個多方操作 當然挑選 盡量還是挑選技術面強勢的個部 現在的資金 在現在資金相對有限之下 資金都集中在技術面強勢 甚至法人操作也開始偏向操作強勢過 所以目前不管是從基本面題材 在下面哪個角度切入都要搭配技術面制強勢的個部 比較有操作的一個勝率喔 那當然 我認為喔 配合營收開始走強的個部 比較容易 或者是因為 營收是每月可以看得到的一個 基本面的一個數值 那 現在已經6月中 接下來要即將公佈6月的營收 如果有一些5月營收你開始走強 那預期6月還有機會持續轉彈的個部 股價就有向上反應的機會 像 3498的陽城 它是做自動化設備的 通常設備股它們認定期 都會有一個密集性的幾個月份做一個認定 那我們從5月營收官場其實它已經開始轉加了 那當然 可以預期可能接下幾個月 它會是一個 路上認定期 所以營收有機會 開始持續走強 當然就它技術面來講的話 它已經是均線糾結後突破 並沒有 整理之後又再出一點 然後 當然如果它接下來能夠大量突破前考 那表示又再度轉彎 那可能就會有再攻一波 那它真的只可以留意 像陽城這種股票接下來的一個表現 另外 技術面也是喔 大量突破的個部 像3694的愛滑 你可以幫它前5月營收其實 已經出現越來越高的一個表現 那今年 又收到它打入 Sony的 PS4以及 蘋果 iMac Mac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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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供應鏈 6月起 營收會開始 大幅的轉加 那 反而預期它第二季 就有機會會轉 那當然 在第三季 營收都能再加強之下 可預期第三季的獲利 又會有一個大幅成長的機會 那就 有機會帶動股價持續上購 那今天它股價是有 韓中是有突破 喔 上升軌道的一個上緣 有奪方表態的一個 甚至它已經突破前高了 那 那韓中是有 比較強強的一個馬進訊號 但是因為 收盤留下小 上癮線 那是 可能還要再做一個 洗盤的動作 那 準 進場點呢可以留意 它股價再次 突破今天的高點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進場點 那另外一檔 營收有機會 越來越高的則是3490的單景 雖然它技術沒有來 沒有比先前兩檔來的強 但是其實它也是處理均線糾結 那 前天回測黏線之後 出現一個直跌的一個訊號 如果接下來開始轉向 那甚至又大量突破均線糾結去 表示它就是要有一個 多方公子的一個動作 那以 五月營收其實它已經接近 歷史的一個新高 那以目前來看的話 它今年到年底的營收 是有機會月很高 那隱含六月營收就有機會 來創下新高 那如果六月營收如預期而創下新高的話 那就有機會成為 推升股價大量突破的一個重要力度 所以建議可以留意 它六月營 等它六月營之後 公布後再做一個進場的 可能會是比較 安全的一個操作策略 那以上是這邊所做的一個訊息 余祝投資的操作順利 謝謝 本公司以網直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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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